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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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佩莉 今天要帶你們去溜狗 然後還有一些溜狗的注意事項要告訴你們 首先呢溜狗狗要帶就是一個塑膠袋 這樣子他大便的時候可以撿起來 還有呢就是狗狗的牽繩 狗狗牽繩的部分呢因為小狗狗就是他會暴衝 他在衝的時候如果你是用自己脖子的話 就會想像一下有人一直勒住你 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呢我是讓他就是綁在那個胸部這邊 這樣子呢就是要往前衝 就是這邊會勒緊而已 然後呢還要很注意的是我們一定要幫他疊上就是 有打狂犬必運綁注射的這個徽章 準備好我們要出門囉 然後呢 一向一個 一向一個 嘿嘿嘿 等等了 一向來 等等 坐下 坐下 等等 等一下 Goodbye 好開心喔 這什麼笑笑的脸 嘿嘿 欸 Achon 一個拜 Achon 扁扁了 我們要把扁扁捲起來 這樣才不會害別人踩到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幫狗狗扁扁的袋子打個結 因為避免食荒老人之類的在翻垃圾桶的時候 可能會不小心摸到狗大扁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丟進垃圾桶裡面囉 像現在夏天氣候都比較熱 盡量利用早晚的時候來遛狗就好了 不然你看狗狗都沒有穿鞋子 他踩在柏油路上或者是這些石地板 其實是很燙的 而且你可以觀察狗狗 如果說他舌頭一直吐出來 他在散熱就代表他真的很熱 還有呢 像是如果你的狗狗是長毛的話 記得如果可以夏天盡量讓他轉一點點 他會比較清爽 他就會比較願意去散步了 不然他累了就像這樣坐著 Mishan 你累了嗎 像我們平常Achon會出來兩次 每天早晚然後帶他出來上廁所 順便讓他看看這個環境 然後去佔領一下他的地盤 他就會很開心了 千繩的部分我們試過好幾種 最後我們是選這一種 就是他可以自由伸縮的 這樣子他可以跑進草叢裡面 我們人也不用進去 而且他也可以鎖定就是長度 其實還蠻方便使用的 有沒有發現其實不管是公狗或者是母狗 他們尿尿都不會一次就尿完 他一定會一滴一滴一滴的慢慢尿 因為他們就是他們佔地盤的一種社交的表現 所以我們主人就是有耐心的陪他慢慢走 也當作是我們沉澱心情的一個散步的感覺 讓我們一起放鬆心情的陪著他 這樣子心情就會愉快很多 嗨 乖乖乖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 不管是對人或者是對狗狗保護狗的安全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千繩 然後可以避免說狗狗看到別的狗狗很興奮的衝過去 或者是有其他的小孩想要跟狗狗玩來嚇狗狗 然後造成狗狗的反撲 如果說你的狗狗傷害到別的小孩或者是別的狗狗 主人也會很難過 或者是你的狗狗被別的大狗傷害了 你也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牽繩是一個基本的保護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遛狗的時候 難免會遇到別的主人也牽著他的狗在遛狗 牠們可能會想要打招呼 這時候會遇到許多的情況 依照每個狗狗的個性不同 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 有些狗狗可能大老遠看到那隻狗 你就知道你不喜歡牠 牠就會生氣 就這樣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你走開 然後或者是說 牠們可能會聞一聞才發現 原來我們是在我不喜歡你 然後就是聞一聞之後才發現 對方不是這麼的喜歡 可能很靠近的時候才會生氣 每一隻狗狀況真的都不一樣 我們人也不需要去強迫我們的狗狗 要去喜歡每一隻狗狗 就像我們人一樣 有時候走在街上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胖子流浪 和全身張欺欺角著冰狼 在那邊走路 你大老遠看到你就不喜歡了 你就會閃啊 然後有時候我會看到Asian 奇怪對方的狗狗好像長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就跑跑跑跑向Asian 可是Asian對人家兇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可是你如果用人的立場去想的話 你今天看到的這隻狗狗 牠好像很高興地衝過來 但是是這樣嗎 其實只有狗狗才會懂狗狗之間的情緒言語之體語 所以搞不好對方的狗很開心地跑過來 其實是安樂安樂哈哈哈哈 XX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搞不好是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一定要隨時隨地 都在注意你的狗狗的情緒反應 如果說當牠有不開心的情況 你就趕快帶牠離開現場 不要跟別的狗狗就是有機會發生肢體的衝突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保護牠的安全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每隻狗狗的個性都不一樣 所以有些主人會想說 那我想要在戶外跟狗狗玩玩具可以嗎 當然你也是依照自己狗狗的個性喔 就像Asian牠平常在家裡很喜歡玩玩具 牠可以玩得很開心 只是一到戶外之後呢 牠對玩具完全沒有興趣 牠只想要跟別的狗狗玩 然後或者是看看大自然走走路 牠就很高興了 所以我們主人就是依照狗狗的個性 你或許一開始可以帶玩具出來試試看 看牠願不願意玩 如果牠要跟你丟丟球啊玩杯盤 牠也很高興的話 這樣也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但是主人要知道的是 我們不可以因為狗狗在戶外不跟我們玩玩具 我們就覺得牠怎麼不乖 牠怎麼不陪我玩 莫名其妙 這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每個狗狗的個性不一樣 牠難得到戶外嘛 牠就想要享受一下 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Goodbye 好啦 散步的差不多了 佩莉我要帶一拳回家囉 回家之後呢 有第一件事一定要做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檢查一下狗狗的全身 看牠的腳有沒有不小心踩到什麼受傷 或者是被蟲蟲咬 或者是跟其他的狗狗打招呼的時候 不小心有受傷了 我們越早發現其實是越好的 可以避免傷口的感染 有一次Asian就是 腳殼的不小心踩到一個口香糖 然後牠頭路就開始歪歪的 我就擔心說 牠是怎麼了 牠的腳受傷了嗎 然後檢查到腳底才發現 原來是口香糖 你把口香糖拔掉之後 牠又開心的蹦蹦跳了 所以檢查牠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大家拿下現在天氣很熱 回去要好好的讓牠吹個冷氣喝個水囉 我們下次見 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也歡迎留言給我喔 掰掰 Asian掰掰 Goodby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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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